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现实题材的童话故事 大狗民 邦是个毫不起眼的农村人 没有梦想 也没有目标 他也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长大后便去往大城市 临走之际 奶奶告诉他 如果他在曼谷找到工作 那他就会长出尾巴 但他到曼谷后 一直都没有像奶奶说的那样长出尾巴 因为能长出尾巴的都是名人 像邦这样普通的人 是不会长出尾巴的 邦很快进入了一家沙丁鱼加工厂 每天负责切鱼头 一天 管工大叔意外 将传送带的速度调到最快 包括邦在内的所有工人 不得不加快手脚 邦在不知不觉间 将自己的手切掉了 并封装进了罐头 好在他平时有敲手指的习惯 看到那个不停抖动的罐头 邦知道这是他的手指 但是手指安上后 却怎么都不对劲 原来他和另一个工人 互相认错了手指 经此一事后 邦便产生了心理阴影 他看到罐头就想起了手指 于是他辞职 去了一家公司当警卫 在那里 他遇上了我们的女主角 京 京是个有梦想的女子 她疯狂地热爱着清洁工作 她时刻拿着一本白皮书 这本书是他无意间捡到的 他觉得这本书的降落 是为了传达某种讯息给他 可是书上的字 他一个也看不懂 为了看懂这本书 他问遍了身边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 但看书时的京 总是眼睛发亮 快乐时还摇动着自己的腿 邦喜欢这样的京 他看什么都能想象成京的模样 他喜欢京穿蓝裙子的模样 所以看谁都穿着蓝色裙子 但邦不知道怎样表达心意 于是好朋友旭 帮他介绍了自己的女友梅 他们两人 就是在这拥挤的公交车上认识的 他们给邦支招 叫他带京去坐拥挤的巴士 结果京对巴士过敏 为了邦京解决过敏问题 邦又辞了职去当出租车司机 这样京就不用搭巴士上下班了 这一天邦遇到了一个 被头盔雨砸死的摩托车司机康 康告诉他喜欢就要大声说出口 不然意外到来的时候会后悔 于是他向京表白了 但京却拒绝了他 原因是两个普通人结婚 是没有办法长出尾巴的 被拒绝的邦想不开的 要上吊自杀 却突然看见一个 长着奶奶脸的壁虎 原来奶奶死掉后 骨灰被倒入河里 然后被鱼虾吃掉 然后鱼虾又被小孩吃掉 之后奶奶又化作了肥料 滋润稻草 蝗虫又将稻草吃掉 壁虎又将蝗虫吃掉 所以奶奶现在变成了壁虎 看见奶奶这副模样 邦暂时忘记了自杀的事 而京在拒绝邦后 遇到了一个同样拥有白皮书的人 彼得 京觉得他一定是个烈士 但京还没来得及认识他 对方便突然消失了 京以为彼得牺牲了 为了延续彼得的意志 他辞职参加环保抗议活动 他的住房里全是捡来的塑料瓶 渐渐地 京的屋子旁边堆起了高松的塑料衫 帮爬上去眺望 原来这就是京的梦想 他觉得自己和京在渐行渐远 终有一天 京再次遇见彼得 原来彼得不是什么烈士 只是一个卖书的小贩 彼得告诉他 白皮书不过是一本小黄书 京的世界瞬间崩塌 他变得不再说话 最后离开了曼谷 没有了京的曼谷对于邦来说 再无留恋可言 于是他回到了家乡 但乡下的节奏更加折磨邦 很快他又回到了曼谷 没想到短短几天 曼谷所有人都有了尾巴 邦因为没有尾巴 反而成了特别的存在 他去到那座京一手堆积的塑料山 在那里再次遇见了京 出乎意料的是 京还是拒绝了他的表白 因为京已经长出了尾巴 他不愿意让邦像普通人一样 长出尾巴 可是邦不会再次措施机会 他们最后还是成功地在一起了 邦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梦想 就是守护京和他的梦想 每当我们寻找一件丢失的东西时 却未必如愿以偿 但有的时候不用刻意去找 他反而会自动送上门来 所以迷茫时请不要着急 时间会慢慢给你答案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